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是林海洋 欢迎收看海洋频道 当今2020年假设年太阳化季 全球如何冲破经济危机 将由两位总统籍小心被暗杀 太阳化季年到底会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跟大家好好讲一下 我做一个预言 2024假成年的流年只未夺数的四化新 连真化入 连真是代表什么 关心 代表事业 化入代表是一条引线 破均化权代表改革 很多人在面临的一个破碎的国家 破碎的经济 破碎的断臂残垣 怎么样来改革 化权代表 我们应该要积极的掌握住自己的权柄 然后积极的改革 太阴化科 我们要多学习 利用晚上的时间 利用假日的时间 多多学习 化科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不断的在追求更精进 而不是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么太阳化季代表什么 太阳化季代表出男性的朋友要特别小心 2024年他最恐怖的事情就是跟男人有关系 如果在女人方面呢 代表跟你的爸爸 兄弟 儿子 先生都有关系 所以呢 这代表男人的工作事业 钱财都要非常的小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来到了现在已经开始 连结了农历的七月份开始 已经连结了整个2024年的火运开始 所以你会发现到今年的上半年是非常的惊悚的 火灾 干旱灾难 经济议题 飞机失事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土石流 大海 大水 大地震 火山爆发 全部一应俱全 没有一件可以减少让我们生活平静 所以呢 这全球面临的灾难有这么多的时候呢 2024年如何冲破这个难关呢 大家面临到生死存亡交替点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主权贵 主官路主 代表我们的事业 中天之主星 喜欢白天生的人 如果你是白天生的 在明年的男性来讲是好运气的 如果你是晚上生的 那就要小心了 夜生人呢 即便聚在旺宫之地 也要扣分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生 生就是什么 下午三点以后的时间 生 有 那个叫 有时开始叫夜生的人 有时是下午五点到七点 开始天色暗下来 因为太阳呢 从三点到五点开始下山嘛 我们在晚上的时间是五点到七点开始 称为晚上 如果你是在有时 续时 晚上七点到九点 害时九点到十一点 然后呢 自私 那就是在自私 半夜十一点到一点 然后丑时 丑时是在几点 就是在半夜一点到三点 如果你是从晚上五点以后 一直到天亮三点之前所生的人 那代表是晚上生的人 如果你在这几个时辰里面生的话呢 它有几个工位 我们来算一下 有虚害之丑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工位 这五个工位呢 也代表是说 你是晚上生的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命盘里面呢 是不是晚上生的人 就是说你是男性 如果是晚上生的 你麻烦了 但是呢 因为明年呢 2024年呢 是太阴化科 反而女性是好的啊 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哦 九指离火运 有利中年女人 40岁以后的中年女性到老年的女性 都算是非常好 什么叫如果你是在工作职场 还没有离开的人 还在工作的人 即便你是六十几岁 你都算是中年女人 好 我们都说人生七十才开始 所以呢 我要告诉大家 你还在工作吗 如果你不是在工作 那你就称为老年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保存事为旺地 好 我们在知道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说 哦 原来太阳在老公 老公就是什么 日出扶伤 日出扶伤的太阳 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阳光的热情 阳光的光明之下 所以隐宫为日出嘛 三点到五点 我们去看太阳日出 都是在阿里山看太阳日出 大概早上四点钟左右嘛 大家应该去看过吧 那你到海边去看日出 也大概在四点 四点多的时候 太阳从海平面升起嘛 所以呢 那个隐宫呢 他还不叫日出扶伤 到老公已经看到整个太阳升上天空的时候 那代表是旺宫之地 好 那么在成功呢 明年呢 2020年 若入在成功 成功呢 它是一个四木之地哦 也是一个好像木地一样盖住的 那这代表什么呢 我等下跟大家讲解一下 为旺宫 叫不怕花季 入木需要冲破南瓜 因为你有一个木盖着 所以呢你必须要突破 突破呢 早闭烛光 是不是你才能够看到太阳的热度跟光芒 所以呢我们在2024年呢 每一年都要改革 破军 做一个破军者 破军就是什么 破军是一个破坏以后重整 然后呢你在被盖住了以后呢 你的运势不好 你要突破 所以呢不管男女都一样 年轻的老的都一样 我们要在2024年呢 做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如果你不愿意做突破 你根本没有机会在这个世界 好好的生存下去 好 再接下来我们看 老臣事公为日照雷门之举 白天生的人呢富贵民养 太阳化季年呢 须注意是非日有木还商 主呢灾恶 所以呢在禅宫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也代表说 你没有办法日照雷门 所谓日照雷门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要大富大贵 你想要呢如日中天的事业 财富家庭 那么你必须要想办法突破 但是化季呢总是有很多呢 让你看不见的困境难关 那么我们在2024年要怎么样 不管男女都一样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你想在事业上面辉煌腾打 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突破难关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每天歌舞升华 然后呢没有办法突破 还在吃饱了等死 那我讲句真的 你永远都没有机会 2024年是你在最后这20年当中 如果你现在50岁 走这20年就是70岁 那你在50岁的时候 你都还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怎么可能会有更好的运势 这个时候是要让你更积极 更努力 想办法 想方设法 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所以呢很多人说明年有男人都要倒大煤 不见得 男人也要走好运 为什么化迹心是什么 如果在成功的化迹心是代表乌云之日 代表呢 因为在龙 那你可能呢 在海滩的龙爬行不足 像蛇一样 像武功一样慢慢爬 而不能冲天之志 人生要有机运 你自己要创造机运 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创造机运 哪有冲天之志可言呢 所以呢自己的机运要自己在掌握之中 人虽然不能胜天嘛 但是呢在事业上面 你要想办法来突破 是不是 今天有遇到高墙 你要爬过那个高墙 你要碰到高山 你要绕过高山 你碰到大海 你要涉水而过 所以你必须要有艰辛的任务 而让你呢 可以在2024年呢 好好的突破一下 好 那你眼睛会被蒙蔽了吗 有可能 像AI很可怕 AI是人类的最可怕的一个技术 而这些带给我们生活某些的方便 但是造成更大的灾难 所以呢 你要日照雷门吗 我想请问各位 如果你还不想日照雷门 那么你就慢慢的老去 慢慢的死去 就这么讲 好 我想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最后的 你要怎么样来充斥 改变你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2024年呢 在四幕之地 就是你好像被关在一个牢笼里面 关在一个房子里面 你的门被锁住了 好像在坟墓里面 你知道那个后墙 你怎么样来突破它吗 你手无寸铁 你怎么样来突围呢 你总不能用双手去突围 所以你要想方设吧 改变你自己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事业上钱财上面 你才能够有积极的作为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如果会到文昌 在你的官路宫 太阳星跟文昌星同时做在一起 黄殿朝班这个可作大官 人家会送头衔给你 就像很多人 学历虽然不够 但是呢他当上什么 人家学校送他一个博士学位 送他一个理事长职位 送他一个社长职位 这样大家很清楚了吗 或者甚至总顾问的职位 还有呢 这个非常好听的名词 都会在他身上发声 很多人就会说 请你来当总顾问 哇你看他书念的不多 但是呢 他是因为太阳会到文昌 太阳如果化季的话呢 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历尽艰辛万苦 没有办法得到祖父爸爸的愚意 必须自己力争上游 突破困境 如果你是假年出生 天干属假的太阳化季 男女都一样 即便你出生富豪之家 可能呢家道中落 而必须呢靠自己奋发图强 所以呢太阳会文昌 在关怒宫 如果是在卯宫 成功 士宫 物宫 那真的不得了 如果不是的话呢 好在卫宫 也还有余辉 他必须借助着女性的力量 比如说配偶 妈妈 姐妹 这些家庭的成员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 突破一些困境跟难关 甚至在工作上面呢 有一些女性的主观 能够协助你 太阳太阴心夹命 太阳太阴心夹命宫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太阳坐在允宫 太阴坐在子宫 那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格局呢 大家知道吗 他会受到一些年轻的时候呢 受到一些辛苦的日子 但是呢 他在35岁以后 他会突破困境 太阳在宝叫做呢 出生的太阳 太阴在子 叫做夜晚的太阴 太阴月亮喜欢在鲨公跟子宫 如果在鲨公长相清秀 个性温和 在子宫 他是在水宫 就是什么 好像呢 月亮照在水里面 鲨公 鲨公是海 那他月亮照在水里面 非常的清澈 看到月亮漂亮的光芒 所以女性都长得非常 甜美 温柔 而且鲜惠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那太阴代表什么 房地产 也代表女性 所以你可以得到呢 很多女人的帮助 包括配偶 妈妈 所以呢 陪伴你到老的是妈妈 你陪伴妈妈到老 不是陪伴你的是妈妈而已 你也会陪伴妈妈到老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通常爸爸的运势 都比较低落一点 因为你如果是太阳星 化季的时候呢 跟爸爸的缘分 兄弟的缘分 孩子的缘分都会比较薄 所以呢 这个呢 如果是太阳太阴假命 那是不长大权 都是富有之人 非常有钱的人 富可敌国 就像张忠宏 就像郭坦仪 就像林白礼 这一类型的人物 都是富可敌国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在福德宫 尽贵荣才 如果男人的话呢 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做到自己的心 那一旦做到自己的心的时候呢 代表你必须奋发图强 你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 你全球跑 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太阳星嘛 只要太阳一出来 你就必须要工作 太阳落下山 你还在工作 所以呢 对男性来讲的话 会比较辛苦 女性呢 在福德功 福德代表什么呢 福气 你会得到男性的帮助 爸爸 祖父 兄弟 都是男性 先生 儿子 他们的血涉 所以呢 对女性来讲是一个福分哦 如果在福德功 如果你走到这个大运 也算是如此哦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话呢 在2024年呢 女性是要特别注意呢 你的福德功是不是有太阳星 但是呢 如果你是命功或身功 身材的身 身材的身 身功坐在太阳星的话 你的个性会比较像男人 你必须要自己独立创业 可以开创一片呢 新的事业 开创一片呢 可能全球的事业 好 这就是呢 在2024年呢 可能你会碰到的一些事情 那么你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命格是怎么样 先检视一下 所有的 Google里面都可以 输入你的命盘 就可以得到 你的生成八字 正确的 这些命盘的 新盘的 就像是 你可以看到 你的太阳星座哪里 你的太阴星座在哪里 太阳在宝宫呢 为日出浮丧之格 这个时候是比较温和的 太阳在宝宫呢 它的烈焰还没有当空 所以呢 它是个性上比较温和 日出浮丧 代表什么 我们看到森林一片 看到丧业一片 那代表呢 它受到呢 阳光 光合作用 也代表呢 你有光明的前途 好 那接下来呢 太阳在宝室为生殿之格 好 那太阳在宝哦 2024年太阳在宝 居武功为日历中天之局 富贵荣华全美 所以呢 这个叫做富贵荣华之局 你看到没有 但是呢 我们看到成功有太阳化系 你必须经过一番呢 磨难 好 农历的一月 二月 三月 如果你能够在前面 现在我告诉大家的是 你要先布局哦 任何一个事业 任何一个工作 你都要先布局 比如说 什么叫布局 我们念书 你念到中学 辍学 你会不要再去念大学 大学念完了 你会不要念硕士 这个就是布局 你所布的局 对你的未来 工作事业前途 都有 无远佛界的光明 那么如果你在成功 他要突破很多困境困难 在四宫 他开始为升殿之格 就是说你可以呢 比人家更高等 然后呢 更快速的 爬到一个成功的位置 那居五宫呢 日历中天之局 太阳非常烈焰当空 所以他不怕花季 如果你的命格里面呢 太阳星在成功 四宫跟五宫 你不怕花季 因为呢 虽然会碰到一些困境 虽然会碰到一些麻烦 但是呢 也不至于导致你 非常的不利 所以呢 不用害怕 如果你坐在尘世五宫 真的不用害怕 尤其是住在五宫 你根本呢 就是忽然间好像来了一阵 急速的雨 天气暗了一下 就这么而已 所以呢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如日中天的事业 富贵荣华之举 这种人呢 基本上 如果你是属于 这一类的命格 恭喜你 男女都非常好 如果男人的命宫 坐在五宫 又是太阳居武 大气十足 全世界都有你的事业 如果坐在四宫 你也是经营全球 因为那是动荡的位置 四生地嘛 四生地就是一马地 一马地 你会到处跑 那你的事业 也会到处跑吗 是的 你可能做网络的事业 他就到处跑 所以呢 在四宫 也是生殿之格 在成功 你突破的困难 在2024年 你有办法 想办法突破的困难 你也可以呢 变成一个 非常富有之人 而且是富贵 双拳全美 但在保存四五宫呢 有天行同度的话 这颗天行星 它是五职争融 就是说 你可能是将军之职 五星上将 四星上将 这一类的 五职争融 什么局的局长 调查局局长 警察局局长 这些都是属于 在保宫成功 四宫五宫 有天行同度的话 都是武将之格 武将之格就是将军 带兵打仗的人 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皇帝呢 老子在天边远 你今天带兵打仗 是不是你说了算 所以你其实有些时候呢 你说的话呢 你做的事呢 可能呢 掌了军权 掌了军权以后呢 就像三军统帅一样 我有生杀大权 这个叫五职争融 这样大家了解了 如果你的命格里面 太阳在保宫成功 四宫五宫 那不得了 好那接下来呢 太阳化剂在疾病的话呢 会有眼睛的疾病 胃肠的疾病 头痛的疾病 血光之灾 容易有意外 车关车祸 甚至船难 还有 连坐火车都会脱轨 还有坐飞机要小心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有血光之在开车 骑车 上山下海 你都要非常谨慎 请你外出的说 买保险 那你一定会说 那买保险我万一挂了 是不是别人在用钱 那至少嘛 七小不怕没钱嘛 至少父母不怕没营养嘛 对不对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买高额一点的保险 不是买真正的保险 是你怕出意外的意外险 高血压 败血症 中风 如果你是喜欢喝酒抽烟 喜欢大口吃肉的人 你要特别小心 这容易有高血压 败血症跟中风的现象 那到老年的时候呢 就卧病在床 所以呢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中风很可怕 可能呢 脑血酸一下就走人 但是呢 脑血酸 有些时候不走人 卧病十年 好吧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小心了 2020年的假成年的太阳化季呢 你的经济如何救呢 全球的经济要如何救 我刚才讲过很多重点 第一个 小心理财 第二个 不贪非分之财 第三个 静静夜夜把你的事业做好 第四个 不要想去欺负人家 很多人呢 就想说 我捡便宜 我告诉你没有捡来的便宜 只有捡来的麻烦 知道吗 捡的便宜 那就是招惹了一些是非跟麻烦 因为太阳化季炎 不要欺负别人 好好的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相信未来2020年以后呢 你一定会辉煌腾达富贵双全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还订阅按小铃铛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那真的是 感谢观看